一般学生的心目中 教官不是都是很严肃的吗 但是在中山女高 这位教官很不一样 相当逗气 在学生晚自习下课的时候 广播的时候 为了放松学生的心情 竟然学校广播里唱起了 流行歌哼起来了 在网路上马上爆喉 现在也成了 这中山女高学生心目中 最爱的教官 看人好 一听到教官的名字 中山女高的学生 每个都笑了 跟很多学生电影中 看到教官好像画得 故意一样的表情 差很大 到底这位教官 有什么特异功能呢 刚开始听这段播音 还好蛮温馨的 但听着听着 教官唱起歌来了 跟大明星比 虽然这歌声天差地远 但这位教官愿意把面子摆一边 逗学生开心 也实在难得 他叫做蓝志勇 在中山女高待了六年 跟学生们很能打成一片 很好玩 他很可爱 超可爱的 他平常跟你们互动的 很好 他本来就这样 蛮可爱的 他会跟我们最爱最去的 虽然不时有人提出 要教官退出校园 但在学校中 如果有这样子 关心学生的教官 大部分的家长 应该都会 很放心吧 快点快点 时间已拒绝 中天新闻 陈一帆丽密桥 他们的报道